日本前桌球国手傅元爱结束于江洪姐的婚姻后 至今超过一年为返台看小孩 日前更被日媒爆出与外溢的横冰高帅男版困居 传出元旦再婚的消息 想象大伤的她付出后积极经营中国市场 努力更新微博抖音 而傅元爱近日也和昔日专属陪恋 秦惠美一起拍摄12秒亲密片 向中国粉丝办年 影片中傅元爱倒数后 秦惠美随即笑倒在傅元爱身上 两人笑得非常开心 她更写下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祝福中国粉丝 傅元爱3日才在微博写下 2008年北京奥运会带给我的热情和美好 让我永远难忘 2022年当奥运会再一次回到北京 期待选手们能够拿出精彩的表现 我会为大家加油的文莫海标签 奥运再相见 共同强大 积极宣传中国奥运 大温情牌 拉近和中国网友的距离 之前傅元爱先前与江洪姐闹出婚变时 就爆出和一名高帅奶亲密互动 甚至进入旅馆 被怀疑是外遇 但是后遭复原爱访认 有人透露 并与复原爱从11月下旬开始交往 甚至表达出想要做继父的准备 日前两人已经半同居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 爱到寒舍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